大家好 我是青衣區的耶穌烈小組長叫仙陽 然後很高興在這邊跟大家分享我公司的見證 那我是在公學社上班 應該很多人聽過 那我做的是外銷業務 我進到這個公司的時候 就開始跟神禱告說 我希望可以成立一個小組 那可是完全不曉得怎麼進行 所以我開始禱告 然後過了一陣子以後 就是因為植物的調動 我跟 不同樓層的一個行銷人員就是連上線 然後結果發現他也是基督徒 然後他就說 欸 然後就要我的email 然後email給我 然後CC另外八個人 就是那八個人都是基督徒 所以我一瞬間就連結了九個基督徒 然後 所以我們就很高興啊 然後就說 那我們來約第一次的聚會 然後中午的時候我們就 第一次就有六個人 然後就說 我們要開始就是 就是開始辦小組邀請人來參加 然後就很開心 結果 欸 慢慢人越來越少 然後到最後剩下兩個人 就是我跟另外一個 就是另外一個姐妹 然後就兩三個 然後我們就開始禱告說 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我們就繼續禱告說 但是我們相信神 然後禱告以後就 人就開始變多 變到 就是開始發現那個隱藏版的基督徒 還有那個天主教徒 然後就找出來以後就是 就穩定聚會就有五六個人 然後 但是就是我開始心裡又覺得 非常的不開心 因為 就是 那個參加的人啊 只有我一個男的 其他全部都是女的 所以就有點像那個母姐會的感覺 就 感覺很不好 然後我就說 我們一起來禱告 就開始進來 到現在我們已經穩定聚會 有十到十二個人 然後其中有八個人是非基督徒 其中有兩個人 他們已經覺自信主 而且參加地方教會 穩定聚會 另外一個是 就是我的同事上禮拜來這邊 就是已經覺自了 然後南輝哥幫他禱告 所以現在有三個人已經相信耶穌 那我相信就是神會繼續的做工作 在我們的公司裡面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 中午的時候聚會嘛 但是人太多 不夠分享 所以現在討論要開兩個小組 就是另外一天再開一個小組 所以我們可以有更多的人可以進來 然後也相信就是 馬太福音18章19節說到 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 同心合一的求什麼事 在天上的復辟為你們成就 所以我相信神也要大大的做工 在大家的不管學校還是工作的場合 只要我們願意禱告 神一定會讓他的國度成就在地上 好像成就在天上一樣 把榮耀歸給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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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